我們主要的競爭者 他有沒有做 南韓、日本 甚至於其他 跟我們同樣面對的 要去拓展全球市場的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這些的產品 換句話說其實 如果從一個產業競爭力的角度來看的話 碳稅的課程對於包括 像人籤、紡織、造紙、水泥、鋼鐵 這些行業 都帶來影響 特別是剛剛 我們說到這個電 電價的調漲 或者是包括 這個汽油價格的上漲 其實這些 你說中油、台電 它可以反應給 使用者,但是我們的廠商 能不能 再把它所增加的成本反應出來 另外一個 我們擔心的是什麼呢 剛剛黃教授也提到 政府在推動碳稅的時候 會去照顧到弱勢團體的利益 換句話說 這中間涉及到一個是 你的碳稅的收入 你到時候是怎麼分配的 產業界有沒有辦法說 確定 的這種分配 可以來 彌補 它因為碳稅 而所增加的成本 所以我們其實是主張說 我們支持節能減碳 我們支持政府應該要 逐漸的 採取各種政策 去減少我們對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是碳稅不應該是 唯一的方法 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積極的去 促使我們的企業 去使用 新的設備 去改善 它整個製程 甚至於呢 去鼓勵 所謂的氣墊共生 鼓勵 這些所謂的 再生能源的運用等等 這些其實也是重要的 所以剛剛我們所講的配套 其實不應該只是說 這個營業稅 要怎麼調整 這些要怎麼去調整 而是應該是 有一個更完整的工作 因為我本身在人環所裡面 有做一些工作 其實在再生能源的地方 有一些配套 我不知道他們這裡 有沒有在這個人員稅考慮到 譬如台電 就是要繳交基金 以後要補助給再生能源 那個部分就是 再生條例裡面有談到 不過我現在想 我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相信這個蔡埃執行長 是從產業界的角度去切入 他認為他們應該要支持節能減攤 可是要競爭產業競爭力很簡單 就是成本要降低 獲率要增加 一旦稅收增加 從產業面角度來講 那麼這個ECFA也就是希望能夠降低稅 那這地方就加了他們稅 雖然你說好像可以 沒有解釋 所得稅啊 但是你們這個稅收部分 大部分又給了其他的民眾 也就是打散出去 對啊 社會所得分配也要照顧 拿回部分回來 窮人我們要照顧他 企業也要照顧 對 但是你拿了企業的錢 難道說課能源稅課企業多少 全部還給企業 那就沒有效果啊 那幹嘛要去做課能源稅 我馬上反應立即回答 這個部分 他剛剛講說要循序接近 我們十年 十年可以從一個小孩子變大人 還不夠循序漸進嗎 第一點 第二個 你說必須要競爭對手再做 我們才做啊 我剛剛講啊 我們十年後的器材油啊 課了能源稅之後啊 才跟日韓去年價格相當 什麼意思啊 日韓早就在做了 日本的那個店價一度七塊多 我幾年前去訪問東京電力公司 他們就這樣 我們講汽油啊 韓國啊 現在汽油 因為含緩貶值啊 他曾經去年時候高到68塊 我們36塊 他為什麼 他市場的機制已經反應了 他企業還為什麼不叫 說你不要給我漲價 他68塊 他的企業也照樣漲出來 當然有衝擊啊 但是這個你企業 展現你本事的時候 所以你看我們已經考量了說 我十年後課完稅之後 價格都還不比日韓 去年高了 那怎麼會說 那企業怎麼還在說說 會產生衝擊 我才不知道衝擊這樣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 影響產業技能 我們還講啊 這個生產原料 我們補課 能源稅碳稅 我剛剛沒講 另外一個 能源產品出口 補課 碳稅 這都我們都有做了 然後750塊我們一降下來 降下來呢 你看歐洲 法國 愛爾蘭 最高要刻到960 最低 640 我們是取得中間 那為什麼原來會定養錢 為什麼 那無所謂嘛 我們不在乎嘛 聽了各界意見 我們就去調整嘛 調到750 我覺得高 還可以再降下 但是我不認為高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過 七百五十塊的碳稅換算成台電的成本 就是一度十年後 才漲到四毛五 漲四毛五會讓我們產業活不了 我真的很擔心我們產業的經濟 一拿到再靠補貼才能那個嘛 對 華佑在這裡當然非常熟悉啦 但是這個您從宏觀 因為我們東西有宏觀有微觀 從宏觀角度當然 從國家角度 這個好像都是對 甚至從世界減減減看都是對 那麼也就是說您剛剛提到 其實您在你這些起草的時候 也有考慮到 我們所謂貿易競爭對手國的問題 都有 包括他們的這個人員的這個稅 會比我們高 但他們並沒有加稅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 因為它市場價格 就已經反應了 很高了 市場價格部分 這個東西 我又探討一個小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譬如我們講到 我們真的產石油的 不管中油或哪一家 中油的價格在這裡 如果加稅變成這麼 就高出了一部分 那麼這個時候呢 他就更不敢加價 因為民眾已經感受變高了 為什麼不敢 因為民眾已經感受整個 整體的那個價格是高的 那請問中油他以後 因為部分是由國家的稅頭拿去了 他如何再漲高 這樣子中油只如何再創造他獲利 在他已經虧損之下 他中油要不要漲是他的事 但是我們可能 漲的話稅又高了 那不是民眾的第一個感受 價格變高 中油跟台數的話 台灣就這麼兩家 他漲價有何困難之一 寡戰 寡戰就不是完全競爭廠商 完全競爭廠商 就是不敢漲價嘛 中油台電 如果你政府不要強迫他 他不准漲價 他絕對有辦法漲價 只有中油台數兩家 這個有何困難之有 只有兩家 這個寡戰 那您認為這樣子民眾會不會有反應 這樣我想就是說 這個 課能源稅也好 課碳稅 當然就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因為過去我們已經習慣了 低油 低電價 低油價 我們已經習慣了 可是就是說 這個timing很重要 我timing很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 一個好的idea一出來之後 最後被 對 最後連行政院長都說 沒有時間表 為什麼被搞成這種 因為它那個timing 這個實在不是很好 為什麼 現在金融海嘯剛過 很多經濟 很多產業 有點怎麼樣 撐不下去了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談這個東西 我快點撞不掉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應該還是就是說 能不能夠就是從這個 老百姓呢 民眾的這個觀點出發 在譬如說你在帳戶上面 帳戶上面 能夠再做一些調整 讓人家不要覺得說 哇一下子增加這麼多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timing是不是等到 我認為啦 我現在是講從實務面 我認為年底前 年底前 前幾之前 這個案子會被壓住 沒有關係 我又不是明年 他討論這個東西 等到今年年底選完之後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的 時機點來討論 選完之後 從選舉考量 沒錯 我要講的是 當初提能源稅 第一個人是誰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陳明珍 到現在他已經 不是立法委員 他還在積極動 他是有使命感 第二個提的是誰 民進黨的王突發委員 行政院的版本是 後來逼出來的 而且馬蕭去年競選的時候 跟謝長廷 謝書陣營 白皮書都要主張課能源稅 朝野都有共識 現在呢 民進黨田丘幾年還提一個 能源稅的版本 繼續在那邊 所以這是朝野有共識 政治上不是問題 第二個你說 衝擊 我又不是明年 就一直要漲到 喊到水 我是分十年條 所以那個油價是怎麼樣 一年大概漲一塊六 而且假設說明年立法 後年十四段 後年第一年才漲 而且我們設計 第一年把氣燃費 把它併掉 所以沒有加 所以第一年是減稅 所以那個貪民職業隊不是問題 我們先考量進去 說十年嘛 十年漲十幾塊 一年才漲一塊七 一塊七 換掉後年的氣油 才給你漲一塊七 怎麼會負擔太重呢 我想這個 OK 那我們現在甚至時間 這個不多 我想跟大家這個 稍微探討一下 就是因為黃教授在這個 七道這個部分 的確他們很努力 用心良苦 也花了很多時間 我想不管是 這產業界 或各民間 甚至我想一般 只要對世界的這個區域 變動有所了解的都知道 溫質效應的產生 這個節能減碳 我們整個環保意識在抬頭 的確能源 的確要渴到水 我想這個用心良過 十億是絕對是美的啦 不過我現在也有個好奇 就是說 因為黃教授一直很肯定 他們在做的整個過程 都有考慮到 面面俱到 不管貿易競爭對手國 或者タイミング部分 都有 但是當然我想我們有一些專家 或者外面聲音 一定要詳細接納考量 絕對要聽 而且要用智慧 走下一步的政策 我們下一段 再進行討論 前進一個廣告